平安夜没有收到苹果的 快来你的男朋友出吃一锅卤味吧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鹌鹑蛋 葱白 生抽 老抽 冰糖 豆瓣酱 还有馅料包 倒入啤酒 莫果食材 藕片和海带 吃一点加 口感会更好 看着这咕噜咕噜的画面 也太治愈了 一份温暖的乳货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这是非常好的早餐 这个胃特别好 香酥鸡蛋饼的那样是 嗯 嗯 这个葱好香 好香 好好吃 脸废教学 哈哈 是 我们的香脸 脸废香 好好香味出来的 哎呀 这个葱太香了 如果你不会煎牛排的话 一定要试试像我这样做 切好丁的牛排 加入屏幕上的调料 去腥 露底味 转板均匀之后 淋上一点油 这样子牛肉会更多汁 将酸和洋葱炒香 再铺上金针菇 乌萝卜丝 加入一点清水 牛排先蒙着 芒果切丁打成芒果浆 提前冻好的牛奶 炒成牛奶冰沙 自己做冰淇淋的好处 就是吃起来要更放心 牛排蒙好了 喜欢吃辣的 撒上一点青红椒 和正常做出来的牛排 完全不一样 不仅更入味 而且有很多汁 打给人芒果牛奶冰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姐妹们 地里拔回来的香菜 千万不要直接吃 否则你将错过一道人间美味 三个我刚下的通鸡蛋 直接下锅滑散 去年家里的剩米饭 一起炒至粒粒分明 倒入半袋外婆菜 什么调料都不要加就够味了 起锅前放入一把香菜 简单翻炒几下 就这一锅炒饭 直接把老婆给香迷糊了 前两天看到她卷成一团 我才知道她胃又不舒服了 怕我担心说已经吃了药 不疼了 但是胃不好 三分治 七分痒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 一定要学的 养胃骨髮 纯脖粉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了 特地去学的 偶像摘骨髮六翼 原来是用模拟器的 但是二十斤 实在是太多了 磨了半个小时 还是决定换成炸质机 结果夹在一起 还是做了三天 让挤出来的汁水 沉淀六个小时 最底下就会有一层 飞牛炖体 装进纱布里 挂起来分干一个晚上 切成薄片后 放到太阳底下 晒上一天 冲泡的时候 要先加点常温水 把Oven化开 然后再倒入开水 记得一定要是刚烧开的水 Ovenly含油柔制 可以依次胃霜分泌 他吃了以后说胃舒服多了 我之后才放行 胃一直不舒服的 要坚持吃哦 如果有的选 你是选吃虾 还是吃蛋糕呢 做好的虾泥 加入配菜 生抽 黑胡椒 盐 简单调味 锅底一层薄油 虾滑的那一面向下 先煎至定型 煎至金黄后翻面 这可是哄对象的利器 一定要学起来哦 便利店随便买的小蛋糕 白碎 鲜嫩的虾滑 不仅仅有清甜的玉米 煎过的海苔 还有一丝嚼劲 再来一口烂的玉霸 不能草莓烫高 你们赶紧去试一试吧 这个秋天 让它给你来一份 不一样的火锅 我用的是鸡腿肉 口感和肉质都会更好 这一块火锅料 绝对是灵魂 等到完全化开 再加鸡腿肉 火锅料和番茄的汁水 味道特别的大 和平时吃火锅一样 加点自己喜欢吃的 闷上一会儿 吃火锅嘛 那喝的就得解腻一点 青蹄要打碎一点 加一点蜂蜜 绿茶作为茶底 这一杯特别的怪有解腻 时不时还能吸到青蹄的果肉 火锅鸡也焖好啦 番茄的汁水 刚刚好冲淡了 火锅底料的清辣 吃起来味道特别的串厚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家里有面条的一定要试试这个葱油拌面 好吃又方便 水开下自己喜欢吃的面 啥面都行 煮好过凉水更劲道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葱油酱 往里面一放 就这么一半隔壁都能闻到香味了 再撒点葱花白芝麻 连吃三碗都不够 如果你和我一样爱吃鸡翅的话 那今天这一道一定要学会 小花里加点玉米 不仅口感更丰富 味道也会更好 捏住一边的开孔 用表花袋 把小花填进去 今天的酱汁 用的是可乐鸡翅的酱汁 等到表面出现这样焦黄的时候 倒入料汁 配上盖把小花温熟 剥好的柚子肉 倒出汁水 倒入满杯的冰块 用柠檬和蓝莓装饰一下 倒入雪碧 你们看 每一个鸡翅都鼓鼓的 咬开鸡翅的外皮 里面的小花就涌得出来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家常的豆角炒土豆 要怎么做才更好吃呢 今天这个做法简单又下饭 新鲜的豆角切断 土豆切成条 油热下土豆煎至发面金黄 再下豆角炒至干生成出肺液 留底油葱蒜辣椒爆香 放一袋调好味道的鱼香料汁 它还可以做鱼香热丝 鱼香鸡蛋 炒香后放入豆角土豆 再次翻炒均匀即可 一勺红糖 一碗温水 搅匀化开 加适量自发面粉 搅匀无需发酵 碗中刷油 倒入面糊 摆上红枣 醒面半个钟 再蒸30分钟 松软香甜 蓬松有嚼劲 比面包还好吃 来一波玩辣辣的活动 一共有三种口味 螺丝粉 自然 老火锅 都是这种大片的磨浴石毛肚 吃起来咔嚓咔嚓的 就像那条蒸毛肚 一大包里面有六小包 重点是整包热量 半个苹果差不多 不仅有肉感 而且也不会给身体 增加多余的负担 平时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像我一样 凉拌菜的时候放几片 超解肠 快安排PDI的人吃吧 药侠女朋友对你好 让她萝卜吃到饱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 一定要学的萝卜小菜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切好的萝卜丝撒盐 抓拌均匀 撒出水分 倒掉盐水 用油脉开 冲洗干净 记得要撞干水分哦 调料都打在屏幕上了 稍微有些多 但是这样子做出来 味道真的非常好 加上调料 用手抓拌均匀 今天我用的是青萝卜 口感更脆 也会更甘甜 吃不完的也可以像我一样 装进蜜粉罐里 装进冰箱冷藏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这是非常好的早餐 对胃特别好 香酥鸡蛋饼 你看这 这葱好香 好香 免费教学 我们屋的香味免费香 好好香味出来 哎呀 这个葱太香了 这是我最近吃过最贵的水果了 把对象吃过的薯片敲碎 虾仁剁成虾泥 加入一个鸡蛋 盐 黑胡椒 淀粉 抓拌均匀 捏成爱你的形状 在表边裹上一层薯片碎 根据选的薯片不同 做出来味道也不一样 锅底一层薄油下锅煎 要煎到像这样子 滋啦滋啦冒油的状态 提子打底 倒入满杯的冰块 再加入气泡水 没试过手指宁闻的 一定要去试试 真的很像水果中的鱼籽酱 煎好了虾饼 淋上酱汁 金黄酥脆的薯片 包裹着多汁Q糖的虾饼 一定要大口吃 怎样过瘾 快就给大家的人吃吧